4080这卡想必大家都看了吧 价格属实是逆天 而就在它解禁的头一天 苏玛也是坐不住了 放出了一份RX7900系列的PPT 直接对标4080 包括了硬件规格和游戏帧数等信息 那我们就来看看 其和4080是否能够一战呢 由于7900XTX还会正式推出 我们也没办法震到真枪的实测 只能根据苏玛放出的PPT帧数 来做一个云对比 虽然不能直接判断出两张卡到底谁强谁弱 但作为参考还是可以了解到 这建议零售下7999的卡和9499的卡 能不能对抗一下子的 为了更大的平衡性 我们4080测试的平台选择的是 13900K加4080 以释放4080的全部技能 首先是7款光山化游戏测试 在4K最高画质 不开启光追和超采样的情况下 实力让人现在战斗24080能够跑到平均102帧 苏玛表示7900XTX 该游戏能够跑到139帧 和4090都差不多了 看来这游戏N卡优化是真不行 不过例如荒野戴贝克救赎2 赛博棚2077之类游戏 都是4080明显占据上风的 而像看本狗军团和刺客信条英零电 这类AU化的游戏 7900XTX可能就要略胜一筹了 在光追游戏中 4080基本就是全胜 但难免会有一些 FS2增幅比较多的游戏 会实现反超 整体来看 4080与RX7900XTX算是各有输赢吧 由于苏玛测试的游戏 比较略强一些 但只要是一设计到光追 就比较有压力了 不知道到时候FS2和AU的加持 会不会有明显提升 可儿别忘了 这是一张起售价7999的卡 对战9499的卡 当然大家也知道 这PPT性能嘛 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水分的 测试环境也存在很大差异 所以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肯定不能决断出两张卡 到底谁强谁弱 别又说我是快马嘉宾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谁有原价货 谁才是真的强嘛 除了真数对比外 PPT中还对比了两张卡的规格参数 由于RDN13这边的G3单元 和ADA架构不太一样 所以并未对比 但在显存大小 未宽上 7900XTX 包括7900XT 都是要高尚一些的 分别拥有384bit的24GB显存 和320bit的20GB显存 AMD还指出 7900XTX和6950XT 都是要比4080更小巧更轻薄的 而且还指出了 目前问题频发的 12V HPWR供电线 所以AMD将坚持使用 2x8PIN的供电线 AMD的RX7900XT和XTX 还将包含一个USB-C接口 这个NV没有 DP2.1接口 这个NV也没有 7900还支持使用 UHBR13.5的最大54GBPS视频带宽 而NVIDIA的最大视频带宽 为32.4GBPS 7900还支持 165Hz的8K和480Hz的4K输出 而NVIDIA最多只支持 60Hz8K和300Hz4K的输出 先别管用不用得到吧 有了就是赚了 别问 问就是赞未来 AMD RX7900系列将在12月13日 建设发售 到时候解禁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首发测试 另外根据NV官方的日历活动显示 老黄会在2023年1月3日 星期二上午8点的CES上进行演讲 那会发布什么呢 前几天几代硬件平台都表示 4070Ti其实就是4080 12GB版本 将会在1月3日公布 1月5日发售 所以CES上 极有可能会展示这张4070Ti 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有没有40系移动端的消息 包括AMD和英特尔的最新动向 比如13代库瑞和瑞龙7000的移动端 至于这个4080的货源情况 你别光以为它是定价离谱 其实它还难抢呢 甚至比4090还要难抢 就冲9499这个起初价 你想想还有多少30系显卡 在仓库里堆着 之前国外知名YouTuber 摩尔定律已死 就说他从渠道那里听说 RTX4080 16GB的输户量 比4090还要差 目的就是轻30系的库存 目前来看 也的确是这样 一卡难求 富哥们一个个说都是智商检测卡 结果抢得比谁都快 你想想 反正这40系都出了 那50系还会远吗 就以目前的市场环境 和NV的各种举措来看 竟然出现了难得一遇的 旗舰才是性价比的现象 反正也没货 只能静观其变了 那平面前的各位 是怎么打算的呢 是等着抢一张4090 4080 还是乖乖用回30系 或者是AMDS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文中讨论一番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更新更快更全的一件消息 记得关注我超级客 我是Gay强 我们下期 再见